北京时间8月5日凌晨一点,国际冠军杯迎来了一场焦点之战,本赛季大换血的利沃普迎来了正名之战,这场比赛已以5比0的战绩完美收尾,赛后加速成了媒体报道的对象,多家媒体都称赞加速阵容体系无解,从比赛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, 目前利物浦的阵容太强了,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实力都很强劲,再加上扎叔完整的战术体系,利物浦这是要拿三冠的节奏啊,上赛季欧冠军赛利物浦,由于塔里乌斯的不稳定,银汉败给黄马后,扎叔便引进了巴西门神阿利松,这无意给外界发了一个信号,表明利物浦今年正在欧冠,这一场5-0也彻底敲醒了, 其他参加欧冠的球队,由此可怜想到今年的欧冠联赛精彩程度,为何说利物浦今年正在欧冠军呢?原因就在于利物浦的三条线,第一条就是有没重要的进攻线,一说到利物浦进攻线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萨拉赫, 上赛季萨拉赫的战绩及其辉煌,一共出场36次攻击32球和10次助攻,萨拉赫有速度,身体,盘带等其他特点,这样一名全面行得分手,正是家书梦寐以求的,由此可见现场攻击,现仅有萨拉赫一人就足够了, 第二条就是利物浦的命脉,球队的中场,众所周知世界杯期间克罗比亚奇迹般闯进决赛,其原因就在于中场,克罗比亚中场有莫德里奇,拉基蒂奇,佩利西奇,科拉西奇这四位中场大将,由此,可见的中场者得天下,而利物浦的中场有一大特点, 那就是实战经验丰富,这一点就可以带领利物浦走向欧关之边,最后一条掌握着球队的命运,那就是后防线,利物浦的后防线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,那就是人高马大,像洛夫伦,马蒂普,范拉克身高都在185以上,这一点让利物浦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制空权,欧关比赛中制空权有为重要,由此看来利物浦是做的, 足够了准备,欧关对于利物浦来说,目前已经是拥有了绝对的渡冠实力,但是不要掉以轻歇,不仅仅是利物浦,现在巴塞罗拉和尤文图斯,也是争冠的热门,这两只豪强在转会期间,同样引进了多名强员,争冠实力也不容小视,尤其是尤文图斯,今年的尤文由于斯伊罗的加入,尤文的进攻也提升了一个当次, 对于利物浦来说,目前要做的就是稳住心态,以积极的状态,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欧关联赛